各位觀眾 我很久都沒有在看中國的畫面前跟大家見面 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這個題目是 美國繼續向中國入口稅徵收懲罰的關稅的問題 究竟對大陸企業和大陸有什麼影響呢? 我以前是在香港做工廠的 我就知道所有的貨物是去美國是怎麼樣的 當日美國人將歐洲、日本製造的產品拿來香港 叫我們起簿做 叫我們按足的規格去做 然後呢 就因為 然後由它來做監督和指導 而我們出口到美國呢 價錢是比歐洲和日本便宜一半以上的 而且當時香港是對美國的入口稅是徵收這個特區特惠稅來的 所以我們就很快就拿到美國的市場 當年香港的工廠是一片澎湃的 但是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呢 這樣美國人就將香港的製品要進口美國的那些 就拿去大陸 教大陸人怎麼做 怎麼來模仿生產到美國 因為當日的東國加了進去特惠關稅那裏 所以那些產品慢慢慢慢 香港的產品 的廠商的產品 全部被大陸拿來做了 但是大陸賺到錢之後呢 就不懂得通光隱晦 說十年後將會超越美國 將會打倒美國 美國在當時 他是怎麼想想 如果繼續養虎為患 這樣我們以後十年後 我們美國就成為中國的奴隸了 我們就會失去民主和法治 我們就好像現在中國人這樣去統治中國的人民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呢 於是美國局會就通過了對中國的謀稅 徵收懲罰性的關稅 全中國的日用品就一天之間就失去了美國的市場 現在美國人呢 就將中國製的產品 好像以前是歐洲和日本的產品搬來香港一樣 他將中國的產品搬去東南亞 那搬去東南亞的桶呢 東南亞呢 就很便宜啊 又成了 所有的東西慢慢慢慢 學了 適應了美國的製品的制度 而東南亞 出口到美國 又有特別的關稅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呢 中國就將會失去美國的市場的了 漫漸漸漸漸漸漸漸 所有在生產出口到美國的產品的工廠都要關門了 中國失去了美國的市場呢 它的損失是很大的 因為中國的外國的三分之一是靠入口美國的 如果失去這三分之一 而所有工廠關門 人民又失業了 怎麼搞啊 政府是十分之頭痛的對這個問題 所以 今天的情形呢 因為這樣的情形 而美國又跟著我落井下石 就說將所有高級的晶片 不准運到中國去 那晶片呢 是所有現代產品的大腦來的 如果那個大腦沒有了 如果那些產品沒有了晶片 就只能夠做一些下流的產品 這樣中國怎樣去生存呢 中國簡直是沒有辦法生存下去的 所以 而且有特別啊 因為這樣的情形 所以外國的投資者 那些基金就看到了 中國形勢不妙了 他們好像騰訊那樣 南非的廠家 又要賣光騰訊的股票 本來很好賺的 好像生金的蛋一樣 都要湯牛吃了 騰訊給南非賣 而這個阿里呢 又被日本財團賣 比亞特又被美國商人出售 因為他們看到 在中國市場是沒有前途的了 不會再有暫停的機會的了 所以大家紛紛將手上 現在還有一些價值的股份 賣出去 希望拿回一本 走人 還不得包袱走 就是傻子們的 捐承 在大陸成為戰士 在這樣的程度下 所有工廠 所有投資都走 而且大陸還有一個 十分之困難的經濟的問題 就是爛你樓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當時工廠有工做 有收入 大家都走去 去買這個樓 而且每個月都供錢給銀行 來到希望有屋主 但是那些建築商 好像騰訊那樣 他拿了別人的錢 不是去建樓的 他是拿了的錢 來做別的事情 好像恆大 發展汽車 牛馬不相關 這樣把別人的錢拿去做別的事情 就沒有辦法交樓了 在沒有辦法交樓下 根本這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因為你要想一想 建築商收不到錢 沒辦法給工人的信金 就唯有停止不見 霸佔地平 供應商 因為借了貨給你 又收不到錢 他想再拿貨去賣給別的家 都沒有辦法去賣了 又唯一又停止了 那些是買賣給錢 看這一切 都是買賣給錢 因為那些收到錢 這個看到的 那個 tulip 的人 那些收到錢 但是的收到錢 但是交到錢 這個收到錢 那些收到錢 這個收到錢 那些收到錢 如果搞得更多 錢 這個收到錢 那些收到錢 那些收到錢 這樣令到整個中國的經濟十分之惡劣 因為銀行是沒有好好的把關 本來在香港你預售流花 那些買家供給銀行的錢 你必須要專款專用力 給你多少 給你多少 不是說別人給你預售的款 你就給了商人 而且還有這麼多戶 會供錢 還擔保他在外面發財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央一直說 我們要搞好爛尾流花 怎麼搞呢? 我都不明白 他用什麼辦法 可以解決這個爛尾流花呢? 所以在今天的中國的市場 在這麼差的情況下 我們就一定要看準 怎麼去買股票 我最近就是贏了很多錢的我和朋友 因為我知道我不是買政府 我只是買平貨 我是買這個賣和紅市和牛市 我一直當這個蓬佩奧訪問中國的時候 哇 中國又說要找飛機換行啊 又說什麼 又說七 當時的股票就跌得不清不楚 我以為台海會打仗的 我當時就拼命賣那個 買這個牛市 後來到蓬佩奧走了 我就把牛市買了 我又買回紅市 所以這樣一來一回 只有用這個辦法 可以賺到中國的錢的 這些是我個人 我不是勸你們賭 勸你們買股票 是我個人的意見 因為現在的香港 現在的中國 這個股市是沒得玩的 特別是香港 香港 你想一想香港 我們一直相信 當日 它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它說 我國已經大不裂兼席國 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以錢聲明 訂立基本法 以基本法為香港的憲法 我們大家都相信 港人說高度住持 而且我們又看到 中國的憲法 是說得很明白的 就說 所有人大 所訂立的法律 是任何都不可以更改 不可以成立的 而且 人大成立 是無權更改人大的制度 而人大呢 這次就說 喂 我訂立國安法 我訂立完善選舉制度 但是我醒問你 有沒有違反到 中國憲法 廣明 人大常委 是不能夠 修改 人大 全國人大 所訂立的 條 的草約呢 你親自這樣去改 那我們沒有辦法了 在今時今日 我們只能夠忍起身色 你說 這個國安法之後 完善選舉法例之後 香港一片 一片大好 不少好 但是你看看 今天的 生意是怎樣 外商是怎樣走快 股市跌到多少點 大家就看到 這個是不是 有了這個 《國安法》 和這個 完善選舉制度下 香港生活得更好呢 我大膽講了這些話 因為我都不明白 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我講的話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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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